又来到拆解经济的时间 继续有我温水在这里 在我身边有90后投资经理阿妍 Hello 你好 首先也希望大家多一些CRS 留言、赞、分享 和按一按YouTube的小钟 当我们每一次有新闻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紧密地追踪到我们最新的动向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YouTube每个月80元的会员计划 也是欢迎大家多些去问我们的问题 或者在我们不同片下留留言 我们也会专人开到一条新的影片 去解答大家的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也都在我们的comments 和在我们的capture 都有我们的pay me link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更加重要的是 现在的市况已经是全面逆转 无论是港股都已经上去一个 相对地安全一点的水平 美股就保持着创新高 然后crypto更加不用说 已经是不停地收服失地 如果大家对于资产管理的需求有兴趣的话 也都欢迎去联络阿妍 阿妍的联络方法 就放在下面 caption和comments 有一个google link 和一张google form 你自己交下资料 你们两个去联络 看看阿妍会不会给到一些 快死了 关于整个投资的气氛 或者整个投资的市份 因为阿妍本身 每一年都是跑人大市 也都是做了一个非常亮丽的回报 最近一个月也都打中了几个 倍数升幅的美股 还有也有几十%赢年的港股 大家可以向他了解多一点 我们今天首先不如由不同的话题入手 我们由哪样东西开始讲起 这个哇哈哈创办人 钟庆后离世 这个话题先讲起 这个是一个民营的实业家 是1990年代左右发职 他在42岁才开始创业 早期他就是做校工、農夫 就是一个稳打稳扎的打工仔 去到改革开放的早期 即1988年左右 他就找了一条水 就是他承包了一些单位 就是他负责去代销一些产品 譬如买一些野饮 或者文具等等的东西 去到慢慢发达 之后就收购了厂房 就组织了哇哈这个品牌 接着是一个民营的实业家 钟庆后的离开 都意味着 就是一个大企业的途和收藏 就离开了 很多人都关心 就是哇哈哈这个很大型的文营企业 之后会由哪一个长期 其实都计定了只有他一个女儿 就是中福利 因为都是独女 所以也没有其他选择之下 都应该会由他继承所有的家业 至于哇哈哈 坦白说我自己没什么回大陆 所以对于他在那个生活层面有多影响 大陆人的日常的食品 各方面那些 我就没办法说到很确实的东西 但是我们小时候都经常会被 这个哇哈哈的广告洗脑 尤其是这个亚洲电视 我大致上都知道他有什么产品类型 而通常做到这么大的食品生意 都是有这么大规模 例如农夫山泉现在是首府 现在哇哈哈他们在这个胡润富豪榜 都是排约10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食品市场的那个毛利 和盈利能力有多强大 但是说起他的女儿 中福利 我就觉得可以有更多的地方去说 就是因为哇哈哈 他是没有上市 但是是不是代表这一个集团 或者这一个家族 是没有参与到资本市场呢 又不是 譬如那个女儿大概在八九年前 是曾经想入住一只学股 叫做中国糖果8182 那关于这一只学股的内情 大家真的要订阅我的patreon 因为里面有很多内幕可以说出来 但是始终是公开的频道 那我就自己可能说一些 叫做比较客观一点的部分 那本身呢 这一只股票呢 8182 中国糖果 它是全配售上市的股份 而当初全配售上市的股份 我想阿妍 你大致上都有 认知就是当初那些全配售 是多么凶险 或者多么凶残 你可能都可以说几句 因为他其实就没有什么街货的存储 他就用了一个 全部都是配售的方式 给了一些投资者去买那些股票 但是呢 实际上就有很多 就不敢说全部 那些配售的股份 都给了一些自己人 即是一些自己的友好去持住 表面上去看 你就不知道 或者不会发觉那些是友好 但实际上那些就是友好 变上股票就是很干身 没有什么街货的存在 所以呢 当那些股票一上市的时候 那些幕后的玩家 就把股票突然间踢高了很多 你想想一个没有街货的情况 你不断可能将二千股 一千股 一个很小数量的股票 不停在市场上做买卖 很容易踢高了很多倍 我没有记错 这个中国投资是当年 升了十几二十倍的 至少 至少 由几亚支抄到几元左右 这个其实都是当年一个很普遍的玩法 就是大家都是 夹到股票很干 然后再踢高几十倍 你想想 把股票在高位的时候 譬如这个股票大概跌两成都好 其实都比他们本身的配售价 是高出很多的 你作为一个散户 如果你在那时候入场 是必然你的成本价 是比起本身那班幕后玩家 是高很多 很多一些玩家的资本玩家 就靠这招去赢了很多次 是 这招都算是上一个世代的东西 大概十年前就非常盛行 去到今天就已经没有了 因为现在第一就是 一就是 全配售再上市的方式 应该都很难 会过到SFC的要求 所以 就已经是上一个世纪的资本玩家 会拿来赚钱的技巧 但现在就不复再 而中国淘宝的这一只股票 本身就是福建邦 我们对于福建邦 都有很多的stereotype 尤其是可能对于它帐目上面 都会抱有一定的怀疑态 因为在再上一个十年 真的是我们在读书的年代 就是说 有很多民企 尤其是来自福建 都是接二连三去做假数 会有一些这样的风波 但anyway 我们不是说中国淘宝 说它做假数 虽然它现在已经除了牌 这是一个很惨淡的收场 但是你对于它的啤壳味道 相信都会有一定的感觉 就是无论它的业务 发源地 又或者它上市的那个方式 大家都会感觉到 是有一个啤壳的味道 之后你会发现 中间就换了一些董事局的食物 原因就比较复杂一点 可能之后我再去patreon说多一点 然后去到最后 每一只壳都会有一个禁售期 大概一年不爽一点之后 你就可以去买盘了 这个都是很多壳本的常态 就是一开始有啤壳上市 而在上市的时候就炒了股票赚钱 到之后一年禁售期 或者以前有些计划到三年 因为中间那个禁售期 就经常都会有一些变动 和每一本招股书 有时候为了方便自己上市 都会特意主动延长自己的禁售期 所以大幅一至三年中有的变动 Anyway 过了禁售期之后 就真的可以去卖盘了 而当初就找了这个 哇哈哈的中复利 就作为一个玩家去入股 然后这一只股票 就开始了另一个 比全配受更加震撼的超级胜伏 就在说 就是升二十几三十倍 而这个就是 中国同伙和中福利 就是中庆侯的獨女 它之间的一个资本市场的关系 后来股票就升得很厉害 但是当然 到最后 亦都会出现一些突发性事件 就是卖壳是失败的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本身收购的时候 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你要得到50%股东 那你那个全面收购计划 才可以进行 那这个是 voluntary的全面收购计划 所以你要得到 50%以上的股东手限 但是到最后 那些股东 居然是不够票 say yes 然后也没有extend到收购的期限 到最后 中福利是没办法成功收购到这间公司 但是 那个用名气搭出来的鸡扒式炒了 就已经完成了 因为中福利的名字太响 它是wahaha的后人 然后当它入主这个股票的时候 很多人会冲击 wahaha借恶上市 到时又会变成了一个几千亿的商业帝国 所以这一种这样的炒冲净 就令到股票就差得非常之高 你想想本身那只 创业版的股票 和你真正wahaha的尺寸 是相差多么大 你想想 农夫山泉 估值都现在去到几千亿 你作为wahaha 都是一个和农夫山泉 差不多尺寸的一间公司 那你可想而知 那个想像空间是多么大 不过当年其实 那些人都在想着 究竟是wahaha上市 还是wahaha旗下的一间 叫弘性集团想上市 因为弘性集团 直接是wahaha创办人 中庆后的女儿 中福利所主理的 而这个wahaha集团 其实中庆后 本身就不是很倾向于 将它完成整个上市的业务 它曾经说过 现金很足够 因为其实你现在公司 如果真的赚到钱 其实未必要完成整个资本游戏 因为你要将这个帐目公开 很多上市费用要负责 所以未必一定是很多有钱人的选项 而且根据中证监 譬如A股上市 你是不能够超过200个股东 其实用了一个 他类似是派股票和合作社的形式去到经营 譬如他将一些股份分给一些做得事的员工 令到最后股东的人数 扩大到15000多人 所以他就不能够尋求在大陆上市 当然香港上市也是一个选项 没错 但到最后尝试失败 失败也有另一个内幕 到时大家可以听我的patreon去了解多些 但失败之后 这间公司也出现了一个很惨淡的收场 简单来说 就是开始帐目上有一些缺陷 就被别人去画了出来 譬如公司的而且是有一笔现金 是解释不到为什么会消失了 这里也有另一个story 我可以跟大家说 然后去到最新的事态发展 当然因为你没办法去解释当初帐目上的问题 出不了annual report 也走向了随败之路 但故事未完 原因就是在于 因为现在政监追逃 当时中国堂的一些miss conduct行为 所以无论是CFO还是董事 到现在都是被政监起诉 也准备要上阁 都是一个非常惨淡的收场 至于那个部分 为什么会无故被政监盯着呢 其实也有点在太岁头上冻土的感觉 因为在中国堂果差不多上市的时候 也都刚才说过 全配受上市的用方式非常凶残 也都伤害了很多股民 其实政监都不是傻子 它已经开始在立网调查很多用全配受上市的股份 而中国堂果早几天上市之前 就有另一家更严重的公司 叫做立基工程 立基又上了市 也都是那些全配受 也不知道炒了多少倍 也不知道跌了多少成 总之又是大上大落很波动 其实自从那一件事一上了新闻的头条之后 证监全部都开了数据 好了,隔几天后 你又再来一只中国堂果 然后又再开多一次数据 因为双差的时间太短了 还有我还记得当时 今晚SFC有一些sport person 在出席一些公开活动 是谁我忘记了 可能是HG Order 可能是Karsan Thong 总之都是一些监管机构的人 他就在给了一个公开话 然后再长夜也有记者就问 他就说 其实类似的问题 大概是这样的 概念就是这样 即是他们问些什么 我忘记了 几年次发生的事情 第二上就说 你正间没有说到 如何维持这个市场的秩序 又或者如何维持市场公平性 但是在现在这一刻 刚巧有股份叫做中国堂果 炒了几十倍 那你会怎么办呢 当时那个sport person 我忘记了是谁 他就说 那我们会积极去调查 因为发生什么事 因为你立刻当刻画面不漂亮 然后那个人本身 可能是因为某一个问题 他在给一个 speech 他在说话 或者接见记者 突然之间 就无端端 你弄到整个画面 大龙风 嘻嘻含 接着记者就在追问 你身为官僚 你没有理会 我们什么都不理 你怎么都一定会有一个 象征式的答案 就说 那我们会调查这一件事 自此之后 就真的 应该是开了 file 去调查这一间公司 因为你都被记者迫到你埋牆 你一定是要这样说的 结果就令到这间公司 就从此成为了 证监的雷达日年其中一只股份 当然了 你后来找到中复利 前不再想入主的时候 又炒了不知几十倍 然后到最后 那个会计着目出问题的时候 这些全部都被证监 一举一当地摩住了 我觉得 也有一些道理可以描出出来的 就是王子华也说过 铺飞不妨吃过份 出猫不要太高分 既然你都是做一些资本操作 然后你刚刚又撞证 别人的大佬有一些公司 然后你又继续咳咳咳咳的时候 那你又很难挂 别人真的会突然之间想移动你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降制 大家都留下一定的介绍 就是可能你不要在那一刻 就操作的时候 可能二十二秒就过去了 但结果选择在那一刻 要炒几十倍 结果就变成了这个局面 也有少少唏嘘 但是就无可来何 股票市场永远都在up and down 就是一些太帅头上动土的感觉 当年其实证监 都不是很喜欢这些全倍手的炒作 你看到现在最后的结果 是禁止了这件事就知道了 因为其实你知道 杀伤力是多么大 小股民是完全没有赢的可能性 因为你根本就不能够 在低位买到股票 只能够在高位接货 但是你一接 基本上就是幕后玩家 订出来的货 这个中国团团就是 exactly就是这个玩法 一说到这些股票上 没有高弄低放烟花的操作 我们都说说真实 的而且最近有一些政策畅议 是说想搞些放烟花的行为 是不是每个月搞一剂 应该是 传出来 就会在这个财政预算案那里公布 但这个就未公布 但传得非常之厉害 那你自己怎样看 每个月放一剂烟花的经济效益 有少少多余 我觉得这些人来到香港 看烟花或者看这些活动 有时是重要的 但你搞得多就不轻香 有个叫边际报酬递减定律 你搞第一次可能很多人看 第二次可能九成 那你三四五六七次 一定是看人数就慢慢下降 这个是第一个要看的点 而且也因应着游客的消费模式 去做一些调整也是重要的 因为现在大部分来香港的旅客 都是狂游的 你在少不少都会见到那一堆 说介绍香港的景色 或者介绍香港的行山 介绍香港的一些 旧有殖民地特色的招败 可能拿着麦当劳 在麦当劳上 即是百五元玩一天的计划 甚至乎最近在社交媒体 就说有一些北上来的旅客 在麦当劳那里是一元都不用的 即是会买到白坐 其实现在那个方向就是窮游 如果你继续放烟花 其实你都不会鼓励到 有些什么高端的消费 真是最有钱的有钱人 他来香港买袋 因为香港面水 他不会在乎你的烟花 他不会真的放得那么灿烂 反过来你中层的人士 如果因为你烟花下来都笨 其实大陆很多地方 地大麦薄 你放的烟花都是很漂亮的 即是虽然说维港放的烟花都很漂亮 但是你大陆都有它另一番的景致 即是现在是用烟花去吸引人流 再推动经济 真的都不知道是多少十年前的一种僵化烟花 即是现在的人的烟花是这样的 反而反过来 就是我们两位师兄 即是圆杰香港基金 就最近出了个报告 就是说叫 虽然我觉得很浪费 但你都不得不否认 那个理解 有点痛的 就是他们提倡在一个联正公主 进来开咖啡店 就喝这个联正公主的咖啡 即是有点浪费 有点浪费 这种东西 但起码你弄一间咖啡店 你输得多少钱 现在人们说每个月放一支烟花 你一年买单都在买过亿 亿几亿至两亿 但是你整个咖啡店 我顶尽你真是劣失营运 或者是极度无效率的 你花到一千万开一间咖啡店 都算你叻了 即是你烧有限 但有机会你赢无限 即是说不定那些大陆的小熊书女 真是为了那种穷有 穷有就不差了你那四十元杯咖啡 反正都是穷有 但是你又可以找到那些所谓的殖民地特色 就是ICAC 和那个咖啡之间的关系 都经历了这么多年的 广东文化的影视印象project potrait了出来 其实可能都有一些对比性 即是这个政策是有些交的 而且都不值得一些 找十几万人工的人去up出来 但起码好过放烟花 即是你放烟花是纯消公帑 又得不到你应有的效益 但是你那杯这样的咖啡 不知道它有几大效益 但起码你不用花过亿先 可能你顶了就花过千万 那你过千万都已经很过分了 那间咖啡店才花过千万 但起码都是一件事 这一层就有点想法 对 即是你说廉政公署的咖啡 虽然是世爱的 但是廉政公署 起码是香港的特色 你放烟花 其实大陆平民都可以在街上放烟花 即是你对于大陆人来说 是否真的这么吸引 我想它的对象主要是想引内地游客来 因为现在香港的七至八成的人 都是大陆客 其实它的结果就是希望利用烟花去吸引一些内地游客 正如我所说的烟花是大陆都可以自己放的 即是它不是政府可以放 香港就是政府可以放 即是平民百姓是不能放的 大陆就不是这个情况 所以吸引力是不是真的这么大 我觉得真的不是很稀 这是第一 还有根本整件事就有一些旺丁不旺财 其实现在的基本结构就是港元是贵一点 即是那些大陆人下来 是不是真的肯花钱去买一些名牌 贵的东西 或者给很多钱去吃好东西 这个就不是 即是跟六七年前是差很远 即是现在就永远都在小鸿书 怎样说 可以百五元就游览整个香港一天 几百元就玩几天 即是一个叫旺丁不旺财的状态 所以就都挺难解决这个问题 就不是说你放几下烟花就能够激活到市场 即整件事有些粉色太平的感觉 多于一个真的做实际操作 是的 而且也看到现在政府也很强 即是你连这些这么差的谈议 都可以放得上台边的话 即是证明你没有更好的建议 所以现在去到弱石云头的阶段 我想大家作为香港人都要至及多福 现在香港呢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找到少少钱的行业就是见Vespa 即是你其他做饮食 或者我以前有些社交媒体的生意 都已经是行程直直落 因为跟实体经济相关系数太高了 但多得就是美国有机会减息 美国准备到11月2日总统大选 一定都是分析太平 股市里面会比它太大的动作 Crypto又是这样升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捉住 今年可能是唯一五年里面最后的一个升浪 因为我和一些视野比较广阔的前辈 他们都是这样说 这五年里面是一定会有日差的 但是今年可能是这五年里面已经叫做最好 如果今年也捉不到的话 未来未来的四年你都会跌直 我想大家真的要想想在投资上 如何可以做好一点 如果你在投资上有迷失的 你也可以找阿杰了解多些谈谈谈谈 那把Google Form也放下了在Caption和留言里面 当然也建议大家订阅我Patreon 去了解多些整个投资市况 或者整个投资市里面有没有什么黑幕内幕等等 我们下集内容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